- 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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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種就是 近相情缺的一個感受啦 對我來說我一定還要去看 我覺得這個組合 現在看起來是蠻有趣的 鬥嘴啊 然後在那邊打鬧熄鬧 我還是會想去戲院看這影片 等戲院上之後 我在思訊你問你真實的戲院 因為現在講得很美好 這個截圖都比公開講得還精準 其實是各式各樣的 皮克斯電影都會有這個披薩車 我不知道披薩車的那個梗是什麼 那個數字其實是 他們當初皮克斯動畫師 在加州藝術大學 所以在車牌啊 在各式各樣的路牌上面 都會有這樣的數字 就有這些小小的細節 都會隱藏在皮克斯動畫裡面 連結著創作者自己的生命經驗 歡迎收看 娛樂鄉民 我是主持人鄭偉博 我是瑪莉 今天非常開心 因為今天現場有 專業的五樓韋伯哥 嗨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專業的來賓 就是之前 他的體型像七樓嗎 他要當四樓五樓七樓都可以 對沒有人敢當 對 因為之前復仇者我沒有跟上 然後那個熱潮他要也過了 是 因為我接下來就是個人 你知道暑假就是大片來襲的時候啊 沒有錯 今天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愛做功課 你就盡情的收看 因為有兩個專業的五樓 幫我們做穿奔奔 好的 讓我們歡迎這個重量級的狂熱球主編 KRIS 大家好 我是狂熱球的KRIS KRIS 真是我們的好朋友 而且我覺得他幽默風趣又專業 而且有他在我右 你就不會是現場體重最重的男朋友 居然是用體重攻擊來賓 我哪有攻擊 那代表他的這個學士淵博 對啊 因為其實在這個 復仇者聯盟席捲全球的票房之後 暑假的這個熱潮 當然就是一波一波襲來 萬如海嘯般的 萬如歌吉拉般的巨獸襲來的對不對 對啊 因為其實過去的暑假的檔期 可能大概就是會在六月之後 因為大家放暑假 但從漫威開始你可以發現 那個檔期已經越來越前面了 大家對於暑假這件事情的電影 我越來越期待 是每個電影都要先偷跑一點 偷跑一點 然後就一直不停偷跑這樣 畢竟這就是一個很專業的 一個排戲院的一個技術問題 因為你知道在這個過去 在票房的這個旺季 暑假 在台灣還有春節檔 這是很重要的兩個檔期 那因為暑假的檔期 可能七月八月 後來越來越多的好萊塢大片 就是不斷的就是拍攝出來 就可能會開始放到六月 五月底 所以在這個復仇者聯盟 就是在這個時候 已經掀起了整個熱潮 因為其實像系列電影 這幾年很紅啊 然後你就會看到 像漫威陣營 或是華納DC陣營 他們在排檔期的時候 就很像在對應 在下棋 我今天放在這邊 你就要遞開一點點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這個院線 它也是算是稀缺資源 對 假設我全部都排了某一部片 其他片就會被擠掉 被擠掉 對 所以你看喔 然後在這個復仇者聯盟 一二三四 終於到了這個Endgame 對 你現在幾刷了 我現在其實才看了一次 畢竟這是一個三小時的電影 有 時間成本有點高 他就是 Chris剛才就跟我講 就是時間成本的問題 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的 不管是年輕的夫妻 或者是爸媽們 也因此這樣子 把小孩托育好了之後 他就獲得三個小時的約會時間 所以韋伯哥你有幾刷嗎 我二刷了 你二刷 所以就是放年小孩 再加六個小時這樣 不是 是第一個 我們在首先上映的第一天 我們基於這個專業嘛 我就看了十點的那一場 那後來 你說早上嗎 對 早上十點的那一場 然後有一些瘋狂的這些 這個劇迷 戲迷 甚至是從業員 我認識了一位這個 平面的記者 許先生嘛 對 他那個時候 我看十點的時候 他已經要看第二刷 他當天會三刷 為什麼要做到這個地步 我是真的很好奇 你一天要三刷的心 是為了什麼 就是愛吧 因為其實 大家會覺得這部片 是漫威這十一年來的一個 一個極大成 我覺得對於很多的觀眾 或是影迷 甚至是那種瘋狂的影迷來說 他們就是在等這一刻 他們其實等了十一年 所以一天看個三四次 對他們來說有什麼 所以他三刷三四都有哭嗎 我覺得依照很多很投入的 年輕朋友們來講 是有可能的 對啊 因為裡面的劇情其實 幫大家回顧了過去很多很多 漫威經歷的一些轉折啊 或者是那些主角他們遺失的 你說很怕爆雷 所以講的有點就是 對 我覺得他是屬於有職業道德 對啊 因為其實像漫威裡面有一些演員 他就是有時候在訪談的過程中 就會不小心講出很重 誰啊 這麼過分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的就是 關於這個職業道德的問題 對 因為其實漫威他們非常在意這件事情 因為剛剛提到 這是一個十一年 大家等了十一年的劇情的電影 那我覺得他們對於劇本的保守程度 已經到瘋狂了 我覺得你鋪陳太久 你直接告訴我 誰的嘴巴最鬆好了 誰的嘴巴最鬆 應該就是演蜘蛛的那位 湯姆小弟吧 Tom Holland 他有時候就是會在訪談當中說出 誰誰誰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子 這麼巨細迷的說出來 像那個綠巨人 演綠巨人的那個演員 馬克服务法洛也是 他有時候會突然講出一些大家覺得 你真的可以講這種事情的嗎 的那種劇情 這個我們剛剛討論到的 可能就是一些屬於策略性的 對 不管是刷存在感也好 或者是幫電影製造宣傳點也好 對 很多即便是之前導演已經下了風口令 要大家不能爆雷 還是會有這種 好像玩如擠牙膏般的 不斷的在網路上製造各種聲量跟討論 對 因為我覺得像 Tom Holland他真的是大概才20歲 他就是還是一個小朋友 所以他可能會很興奮 然後他就講出一些那種話 但馬克服务如果都四五十歲的人 心機更重 原來他是心機重 我覺得純真跟心機重就是兩個 對 所以容忍值來講 我覺得導演心中一定有小本本 他會記下來 因為畢竟像 那個《終局之戰》這種電影 他在預告中也不能講太多東西 對他們宣傳電影的素材真的很有限 何不如就是讓演員去洩漏一些劇情 然後大家就會瘋狂的報導這樣子 天啊電影行銷好黑暗喔 沒有是上有政策跟下有對策 這不是一個娛樂產業嗎 好可怕喔 娛樂產業誰跟你說很純真了 我就想要活在一個比較純真的世界 沒有只是有整密的策略進行 那其實大家好像看到了這個 《復仇者聯盟》到了Endgame之後 有些人有一點暢人所失 就覺得那接下來大家的人生該怎麼辦呢 要去哪 對啊其實馬上就會由X戰警接棒了 對因為最新的X戰警就是黑鳳凰 對因為大家對黑鳳凰可能比較沒有這麼熟悉 但是其實就漫畫的這個角色來說 他其實是甚至比大家比較熟知的 薩諾斯更強的一個角色 他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 讓我們首先先給大家看一下預告片好不好 對 有些事情是我發生的 當我失控制 有些事情就會發生的 但感覺很很好的 霜凰 霜凰霜 X戰警他在最新的一集當中 其實包含了像麥克法斯 冰達這些的 像這個大表姐 珍妮佛 對不對 通通都回歸了 此外還有一些神秘的角色 像傑西卡 卓斯坦 還有一個有一位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一直都叫Sensa 蘇菲特納在這一集 將成為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黑鳳凰 這一次就會比較期待 這個反派會帶給X戰警 什麼樣的傷害 折磨 對 因為其實像秦葛雷就是黑鳳凰 他跟我們的隊長 就是X戰警的隊長獨眼龍 他有一些感情在裡面 所以在整個過程中 大家就會很期待 他們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衝突 對 剛剛說到那個漫威系列電影結束了 可是他們接下來是不是還有很多作品 因為我看資料說 一直排排排到2021年 其實還有很多陸續電影要上來 你看像Spider 新的蜘蛛人 應該說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原本屬於X戰警的福斯 跑到迪士尼了 瑪莉妳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好像有耳聞 但是我不會點他來看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要想想 迪士尼已經是一個這樣的全球的媒體帝國了 對 他又變了Fox 福斯 集團 這件事情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會造成多大的這個板塊移動 我覺得對於動漫這個區塊來說 我覺得大家最期待就是 大家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復仇者聯盟跟X戰警 可以在同一個框框裡 對 因為其實在漫畫裡面 他們都是屬於Marvel的嘛 只是因為當初在那個Marvel要倒閉的時候 把他的角色全部賣給了一些各大的電影 對 我們幫瑪莉前情提要一下 現在的Marvel可能跟20年前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對 他其實是一個瀕臨倒閉的公司 所以他就把他旗下非常多知名的角色 比較知名的可能是X戰警這一塊 然後還有提到蜘蛛人 那蜘蛛人就是在索尼 那索尼其實蜘蛛人已經回到了Marvel Studios 就是漫威營業上面了 那X戰警呢 大家一直在等 結果發現後來還是被迪士尼買走了 所以大家期待這件事到底有什麼時候要成真 那其實剛剛提到蜘蛛人跟X戰警 目前都還沒有直接說什麼時候會跟復仇者在一起 不過我們其實可以期待這件事在未來發生 怎麼辦我人生沒有補完這些劇 我的未來是不是越來越難進入影天觀看 我們先告訴你現在這麼厲害的漫威 也有曾經變賣主產的事 還有一部我覺得他也是一個滿經典的IP 就是MIB了 MIB要回來了 他要回來了 只是這也不是為了史密斯 那那是誰 那我們來看一下 哈哈 Hey,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How you like me now? We are a rumor Look right here We are above the system WELCOME TO THE MEN IN BLACK The MEN IN BLACK? Don't start I'm working on it Welcome Agent M How are you? Move it lady Top dog walking through You will be with Agent H Come on The world's not gonna save itself The Hive is a deadly species That can take the form of anyone Even our own agents I haven't seen that before Just point at the bad guys and pull the trigger Let's go Are you like me now? Are you like me now? Hey, you see me? Are you like me now? Hold on tight Woo! We protect the earth Woo! We are the men in black Do you think anyone's gonna notice That wasn't there before? Are you like me now? 哇,你看這個新世代的MIB 有很帥的雷神 克里斯和斯沃 但其實在這很帥之前 在復仇者聯盟的最後一集終局之戰 他做出了一個極大的犧牲 以一個帥哥來講 是,他自我毀滅了啦 我覺得這種就是 近相情趣的一個感受啦 對我來說我一定還是會去看 我覺得這個組合 現在看起來是蠻有趣的 鬥嘴啊 然後在那邊打鬧熄鬧 我還是會想去戲院看這部片 等戲院上之後 我在私訊你問你真實的新聞 因為現在那個講得很美好 這個截圖都比公開講得還精美 哈哈哈哈 再來復仇者聯盟的最後一集終局之戰 他做出了一個極大的犧牲 以一個帥哥來講 是,他自我毀滅了啦 對,那到底是怎麼樣的自我 不忍到毀滅到什麼樣的程度 還是不要爆雷 大家可以相信 你們這樣子講一半然後讓我心很癢 又說不要講了 我們就是我也難得要學會一下聊妹的技巧 這個聊太大了 反正就是很出乎意料之外就對了 這樣你就願意再跟我們去看第三次了嗎 你們還想看第三次喔 我在聊你,你有看到嗎 哈哈哈哈 你是有家室的人了 反正我被偷拍也不會怎麼樣 哈哈哈哈 好,所以說其實你看 他的這個身材也是控制自如啊 對啊,因為其實你看這次預告 大家期待這個MIB過去的系列 它都是一個蠻衝突的組合 像那時候威爾史密斯跟湯米里瓊斯 就是一個黑人,一個白人 一個年輕,一個老的 那這次找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然後這女生還是女性的黑人 那其實大家比較如果演 有熟悉的話 他們其實就是在復仇者裡面 他們不就是從一個國家一起到另外的國家嗎 沒有,就是前一個系列他下班之後 又找到新的工作了 就繼續從地球征服宇宙 對啊,其實 雖然雷神也是征服宇宙啦 對,我覺得MIB這個系列對於我來說 是有一個很深的印象啦 因為第一集我是在 跟男人女朋友去看 沒有沒有沒有 要講感情故事嗎 第一集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咧 我沒有找手從頭 剛好是初戀 沒有啦,就是第一集是在國外看的 那時候小朋友 然後那時候他們 威爾史密斯穿了西裝啊 然後戴著那樣的眼鏡 然後在紐約曼哈頓那邊跑來跑去 對,還有那個消失記憶的那根 很棒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系列 這個IP會成功 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它營造出來那個世界觀 因為說不定在場 某一個人就是外星人 我們也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是堅持吧 我看你 然後你又往外看 就食物獵嘛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觀 在這個新的世代 我覺得它一樣會給新的觀眾 新的一些新鮮感啦 對 而且你知道就是在角色的這個排列組合上面 你看黑人跟白人以前對不對 對 然後不同世代 在美國好萊塢很多像Rush Hour也是這種組合 對 就是 我覺得齁 因為女力的高漲 所以就在這一集裡面 它又是黑人的女性 對 而且是女武神 對不對 是在這個雷森索爾這系列裡面的女武神 對啊,這個女武神在第三集有蠻吃重的一些氣氛 那第四集有沒有呢 就是大家自己去看 對,這邊不好多說 所以你看喔 從這樣的一個選角的狀態 以及我們可以看到像 復仇者聯盟的終局之戰 它其實有一顆鏡頭 也是揭示了在當代的女性 對 女演員在好萊塢的地位的一個另外一個抬頭 所以可能更未來它不會叫Man in Black Women in Black嗎 有可能啊 畢竟在預告裡面它就嘲諷這件事情了 對,他們還在努力當中 可是對於一個這麼愛MIB來說 就這一次已經沒有以前那些演員了 然後是雷森索爾要來挑戰 你會不會反而就是會很怕失落啊 我覺得這種就是盡相情趣的一個感受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我一定還會去看 因為我覺得這個組合現在看起來是蠻有趣的 他們對就是鬥嘴啊 然後在那邊打鬧熄鬧 然後我覺得它應該會在這個新的世代裡面 用一些新的武器或是一些新的笑料 我覺得我還是會想去戲院看這部片 等戲院上之後我在私訊你問你真實的新聞 因為先生那個講得很美齁 結果最後截圖那個私訊都比公開講的還精準 畢竟有一些過去那個大家熟悉的小外星人 他也是有回來的 很可愛在裡面我都認得了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像漫威那種小彩蛋一樣 老以民會去看那些比較細的東西 而且那隻狗還在我就放心了 是,沒錯 而且它為了它的那種狗 因為它我覺得好像大概就更紅了 是巴格魯的 對 接下來這一部我是沒有看過 可是聽說它魁有五年 現在要出二了 這是宇宙超級巨大的IP 對 讓我們看一下哥吉拉的 新的這個怪獸之王的預告片 它的這個預告片我覺得它把 帶到了另外一種藝術的層次耶 它用一些比較反差的配樂在這個預告裡面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喜歡 所以這裡是你很期待的嗎 對,我好像每部片都很期待 對啊,你是不是讓我們這邊很官腔的 但我真心的喜歡哥吉拉這一個怪物 對,畢竟它一開始出來是 其實是壞人 對,但是它隨著這個日本原始的哥吉拉的演變 他們其實拍了非常多集 那這個角色越來越受到歡迎 所以它後來就慢慢變成好人 剛剛我在預告裡面有看到那個是張子儀嗎 是 它其實也有渡邊籤 就是他們在寄《異季回憶錄》之後的再一次的合作 那有多久的事情啦 你小學的時候嗎 你這麼青春洋溢 討厭 但《異季回憶錄》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片子了耶 對,所以說他們這一次在好萊塢的電影再次聚首 只是不是異季的唯美 而是面臨到地球毀滅跟超級大怪物的這個統臺 但我看之前說張子儀他一直有拒絕說他不要演哥吉拉 不要演哥吉拉 你說哥吉拉這角色嗎 沒有,他加入這部電影 所以是他的角色是什麼啊 坦白說我也不太清楚 他現在還放著一個懸念 畢竟預告裡面也就是出現那一幕 我也蠻想知道的 但是就只是掉了一個胃口說這裡面有張子儀這樣子 因為這個IP他畢竟是從亞洲到好萊塢的 所以說他可能都邊籤 然後他就是這些的東方面孔 他確實是需要在這個電影裡面 不然明明大家都知道哥吉拉是來自哪裡 但是全部都是西方人你也覺得有點怪怪的 像第一集的時候大家就覺得哥吉拉出現真的很少 我沒有記錯的話就有人特別整理 大概好像只有七分鐘 看到他真面目大概只有七分鐘 那我覺得這一次我覺得華納就是給你給好給滿 各種怪獸 滿滿的哥吉拉給你就對了 各種 而且四大神獸四大怪獸通通出現了 而且就是泰坦神獸超級巨大 讓你一種爽感很強 在預告片剛才大家就看到了 他配合這個交響樂跟那個節奏的節點 跟他那個巨大的毀滅 我覺得他帶出來另外一種災難片新的表現形式 對啊,因為其實像剛剛有提到 這次的怪獸非常多 那原本都是屬於日本東寶公司的那些怪獸 包括基多拉、摩斯拉、拉頓 然後大家還有最熟悉的哥吉拉 那這次把他全部放在這裡面 我覺得對於原本就喜歡哥吉拉的人 或是喜歡怪獸電影的人來說 一定是覺得非常非常多 不好意思我身為一個膚淺的鄉民想問兩位專業的五樓 就是我沒有看過哥吉拉1 我是可以去看哥吉拉2的嗎 你是說2014年的嗎 因為哥吉拉大概有十幾二十部片 就是就這兩部電影來說的話 我需要先複習一下上一部 我覺得它相較於復仇者來講 你這個是比較好那個 上手的 上手的 對 那我要先複習一下《異季回憶錄》嗎 完全不需要 這個不需要 這就差滿遠的 那不同時代跟那個次元 好好好 那功課就少做一點這樣 你知道哥吉拉其實真的是某種程度 或是日本民眾的國民偶像 跟心中的一種宛如神職般的存在 在日本甚至有個哥吉拉飯店在東京 在那個歌舞伎丁 對對對 我有住過 我也有住過 哎呀 等一下等一下 我是住在附近 眺望哥吉拉 是是 因為你在那棟裡面 你沒辦法看得到啊 但是你知道在那棟 連在Lobby裡面 它都會有哥吉拉的嚴格 然後它的歷代的這個海報 所以說其實它對於一個Fans來講 粉絲來講 你會覺得是滿有一種 怎麼講 情感的連結 它感覺就是一個博物館的概念 對啊那種海報 你就會看到以前那種時代感的那種風格 謝謝兩位CLS 下次我會入住 你們今天成功推銷好多東西喔 好 所以說回過頭來 我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我們看到了這麼多的 都是IP的續集 或者是買日本的IP 然後去翻拍這些的 你會不會發現 甚至好萊塢的原創能力 是不是好像有點弱掉 其實坦白來說 這確實是一個 大家值得需要討論的現象 因為這幾年來 不論是什麼重開機啊 續集啊 前傳 更是reboot來 什麼去了 搞得大家都分頭轉向的 所以我覺得 對於好萊塢來說 這種東西其實是滿現成的 然後它也有 基本的一些Fanbase在那裡 所以它可能就有一些票房實力 在那邊 那對於原創劇本這些來說 也是一些深愛電影的人 這幾年來 會比較想要看到的 那我也是也很想要去看到更多原創故事 包括可能我自己很喜歡的 魏斯安德森的全之島 這類的電影 它雖然也有一些東方的一些味道 但它整個故事內容 就是從自己的想法去出發的 對 我覺得創作者的吸收跟反除很重要 因為像你剛剛講的全之島 我覺得它就融合的東西方式滿好的 對 那可是在哥吉拉一開始 它移植到好萊塢版的時候 有沒有這麼順暢呢 沒有其實 最前一版 我們台灣翻庫斯拉 不知道大家還沒有印象 那時候也是華納拍的 然後很多哥吉拉的粉絲 就嘲諷他 很像一隻蜥蜴 大的 巨大的蜥蜴 然後他那時候也是在 曼哈頓跑來跑去啊 但是那時候就 大家都覺得這個哥吉拉 庫斯拉真的太醜了 然後後來就是 東寶就是 有這個哥吉拉版權的 這個日本公司把它拿回去 然後用真實的哥吉拉把它殺掉 所以就是這麼幼稚的一個行為 真的耶 對對對 但是這一次其實就造型啊 或是故事營造來說 我覺得是有滿足到哥吉拉粉絲的一些期望 尤其是在第二集當中又 把大家熟知哥吉拉的一些素敵 包括基多拉 三頭 就是三個頭的那個龍的基多拉 拿回來對決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非常期待 我相信也會非常精彩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融合是 我們可以期待的 對 那回過頭來我們剛剛講到 是在最近這個暑假 好多好多的這個續集電影 曾經有一部非常經典的 皮克斯的動畫電影誕生了 嗯 在25年後 他最新的一集也要登場了 讓我們看一下預告片 讓我們看一下預告片 我們要走路旅行 路旅行 旅行 和Bonnie在學校裡有很棒的日子 她做了新朋友 我希望你去見 Forky 你好 他是一招 The Panic is attacking me 嘿 看 I was made for soup Salad Maybe chili I am not a toy I'm a letter Freedom Oh no If we hurry We can get him back Bonnie needs her favorite toy Woodie Hold on a minute Come up Come up Hey Can't stop No Why do I have to be a toy You have to understand How lucky you are To belong to a child Huh What Carry me No Hey Not for something Let's go Last How am I gonna find Woody The slingshot maneuver Thanks inner voice To infinity And beyond Yeah Yeah Go Hey kids Step right up Get yourself a real Buzz Lightyear One Two Three We gotta get home Forky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Woodie Behind you If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It's that a toy's job KABOOM It's never done 天啊 我不敢相信欸 因為你說25年前拍了第一集 大概在2425年前就是拍了第一集 然後我也不知道其實 完全總統原3已經9年前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看就有一種 就是一個Happy Ending啦 怎麼還會有4啊 它其實是人類史上第一部動畫長片 所以它的地位才會這麼的經典 不過坦白說 這電腦動畫跟手繪不一樣 對對對 就是3D動畫長片 所以我自己看完第三集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完美的三部曲 我自己也會很好奇 就是第四集到底要演什麼 而且9年之後安帝都多大了 對啊 怎麼會這個樣子 有些時候在卡通的世界裡面 人都是不會長大的 跟柯南一樣 欸但我好奇 就這個玩具總統的時間拉這麼長 然後就是韋伯哥年輕時候看的電影 小時候看的電影 對 那你現在還會跟你的女兒 就是一起 他們現在小朋友正式的看 你會一起看嗎 我覺得會跟他們一起看 但就是說 當年我看的心情啊 可能就跟現在會截然不同 我可能是把這樣的一個作品 一個IP交給下一代了 我唯一存在的意義就是 幫他買周邊商品 其實是各式各樣的皮克斯電影 都會有這個披薩 我不知道披薩車的那個梗是什麼 那個數字其實是 他們當初皮克斯動畫師 在加州藝術大學 所以在車牌啊 在各式各樣的路牌上面 都會有這樣的數字 所以這些小小的細節 都會隱藏在皮克斯動畫裡面 連結的創作者 自己的生命經驗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在 完全總動員4著墨太多嗎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有4的出現 對我覺得就是抱持一個 完全空白的一張紙 進去看這部片 但是它有它的歷史定位啦 就像你講的 在94年95年的時候 它是一個電腦動畫 而且幫匹克斯奠定了一個 非常強大的一個地位 所以說我們就是看的是 這樣的一個IP到了現在 它不斷的產製 其實有很多種原因 它可能是延續到下一代了 對因為我們都已經看過 那是一種情感的延續 對因為第四集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從預告我們 能夠大概知道 有一個新的角色加入 所以也許就像我們剛剛聊到的 在那時候看第一集的人 都已經變爸爸媽媽了 他在看第四集的時候 可能是帶了自己的孩子去看 他可能要講他之前發生什麼事 那對於小朋友來說 就是一個 他知道爸爸媽媽以前 也是看這樣的一個故事 一樣的角色 一起長大 一起變老 但鎮爸爸 你已經準備好預算 要買這個叉子的周邊商品了嗎 那其實從他的那個 Elsa的系列服裝 我一直都是迪士尼的好朋友 就是捐獻了不少錢就對了 對 我抖內了非常多 而且我每買一套 我都會跟我迪士尼的朋友說 你的薪水我有貢獻 對 但是我相信玩具總動員就是 看來就是覺得很溫馨很快樂 所以他四推出 不管具體是什麼 就是喜歡的人我們就是會買單 就是會進戲院做一個夢的感覺 因為坦白說我覺得 他除了是一個 合家觀賞的電影跟故事之外 我覺得皮克斯或是迪士尼 他們在做動畫上面 他們很厲害的一點就是 他們其實都有一些暗喻的故事在裡面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仔細看 其實如果你去看玩具總動員 我們第三集的時候 他有非常多的媒體跟影片人在討論 他其實在影射 二次世界大戰納粹集中營的故事 你很難想像 哇 起雞皮疙瘩了 對 因為如果你去回想 他其實就是去到一個新的一個 獨裁的 對 一個幼兒園 然後他看起來原本很美妙 但其實背後是很獨裁的一個人 然後大家都被困在裡面 然後最後再有火燒啊什麼東西 就是有點在影域集中營做的一些不人道的一些 這個是影迷自己的推測 還是他們真的有去詢問編劇去詢問他們 是有這樣的暗示嗎 其實多數都是大家自己腦補啦 但是其實有些東西腦補到太多的時候 你就真的覺得其實蠻合理的 那我覺得皮克斯他們或迪士尼他們 就是很喜歡做一些這種彩蛋 對 包括裡面各式各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打造故事上面 是真的真的非常用心的一個團隊 而且你知道作為電影創作者來講 有些時候你真的會很享受這種樂趣 就是你創作的表面是一種 一種怎麼講 一種形式 可是它裡面暗喻的一些符號 那是另外一種創作者 我覺得是一種快感 就是你catch到跟他同頻率的感覺 對 像皮克斯就是這樣 你可以在非常多的電影裡面 看到一個披薩車 對 其實是各式各樣的皮克斯電影 都會有這個披薩車 我不知道披薩車的那個 梗 梗是什麼 皮卡車的梗其實也沒有什麼梗 就是有時候他們在圖庫裡面 就會有一個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icon 對 像是他們也在那個 很多皮克斯裡面也有個符號 對 那個數字 那個數字其實是 他們當初皮克斯動畫師 在加州藝術大學那個教師的名字 所以在車牌啊 在各式各樣的路牌上面 都會有這樣的數字 就會這些小小的細節 都會隱藏在皮克斯動畫裡面 其實都買個數字 它會連結著創作者自己的生命經驗 對 或者是我們以前在玩電動玩具的時候 裡面也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 那種埋的彩蛋啊 對 那種平常人不知道的關卡 對 我們都說了一些比較歡樂的 比較開心的 然後很精彩的科技的序集電影 接下來這一部呢 我不知道它是恐怖還是有趣 我們一起來看看 安娜貝爾回家囉 安娜貝爾回家囉 我覺得就是就文字來說 加了一個囉字 表示它不是恐怖片 但它還是恐怖片 就是它應該 不是安娜貝爾就是 我真的很難定義耶 你們看安娜貝爾我覺得 你是說它的片型類型嗎還是 就是你們看的時候會覺得很恐怖嗎 還是你們有笑出來 我覺得最恐怖的真的就是 它把安娜貝爾那隻娃娃做得太恐怖了 因為如果你們有看到原始的安娜貝爾 它其實是一個很可愛的洋娃娃 熔布娃娃的感覺 對 但你完全無法感受它 就是背負著這麼大的怨念 怨靈在裡面 但我覺得就是劇除 把安娜貝爾做超級無理恐怖 所以其實它這個差別 我要先講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有一些好萊塢電影 它會直接翻譯它的電影名稱到中文 像這一部就是 那有一些就是也滿有趣的 永遠就是神鬼神鬼神鬼 霹靂霹靂 還有什麼 絕地 終極 對 所以其實我們下一次 我們去做一個表 跟大家講到底有哪些終極 哪些有絕地 哪些神鬼 這個很有趣 對 但是其實直譯 也是另外一種 我覺得更傳神的一種方式 我覺得片名這件事真的是大學問 我們有時候也會去想要 去知道大家的反應 像我們的網友 有時候對於一些片名的反應 會覺得到底在翻什麼 但是我們也會默默覺得 不然你來翻啊 之前有哪一些是真的有讓大家 覺得很不快樂的片名嗎 我覺得大家最常討論的就是 金凱瑞演的那個王牌原家 因為他跟凱特溫斯雷演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看的文藝愛情片 但是因為你知道金凱瑞所有電影 只要灌上王牌 大家就會覺得還是好笑的什麼的 但是其實那部片一點都不好笑 但是那部片非常好看 但是你只要每次寫這些東西 大家就覺得這史上最爛片名 原來是舉這個例子 我以為你會說一些恐怖片取一些陰蒂之類的 然後不是真的片名就叫陰蒂 就是開始 其實有一陣子的恐怖電影名稱黑藍椒 對 諧音真的 就是那個諧音 它已經不是 就是你有時候在 比如說在跟大家宣傳 像做節目 你要講說你又不能笑 笑人家笑什麼 想歪喔 因為其實黑藍椒後來變黑藍莎 它又再改了 然後其實像立音宅一開始是立音坊 對 就是 大家對於這件事 我覺得這是台灣的發行商的一些創意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做一次民調 就是到底大部分民眾 你是真的喜歡這種念起來 你覺得有點趣味性的 還是其實你內心是感到憤怒的 但我覺得安娜貝爾就是 以時代來說 大家已經願意比較接受這種質疑 不然可能20年前 安娜貝爾你們會覺得是什麼 絕地鬼蛙 絕地鬼蛙 絕命什麼蛙 鬼蛙大逃殺之類的 對 但是我覺得安娜貝爾這種 我覺得她的IP有做起來 所以觀眾的接受度也會高 所以我覺得這種質疑片 是越來越能夠讓大家接受 這一次那個安娜貝爾回家囉 這部片呢 就之前大家知道 溫子仁跟那個林宅的編劇 他們攜手打造就很精彩 然後這一次是第一次編劇 他晉升成為導演 特里多伯曼當導演 我覺得編劇當導演這件事情 通常會發生在系列宇宙裡面 因為他對這個故事是了解的 那像溫子仁他一開始拍奪魂劇的時候 他還是一個很小咖的導演 但你看他現在都已經拍了 玩命關頭又拍了水行俠 基本上他可能也比較沒有時間 再去當導演 那我覺得對於這個系列的編劇來說 能夠晉升導演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他本來就知道這個故事的脈絡 然後的角色啊 要怎麼去鋪陳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去期待他這次當導演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因為畢竟這部片的編劇 跟監製換成了溫子仁 他依然可以去照顧跟關照這個店 你說今年暑假 鬼娃恰吉拿著手機回來了 而且鬼娃他搭載 再次搭載了 我要再次強調 人工智慧AI跟互聯網 所以他具有自我學習跟上網查 資訊的能力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殺人 鬼娃恰吉還可以Google 好 溫子仁是一個讓我覺得很神奇的導演 是因為他的作品的跨度非常的廣 對 你可以才看到他這個水行下 對 剛剛提到的 對 飆車也很厲害 對 因為你在他之前的一些電影 你會知道他放了很多自己的作者的一些風格在裡面 但你會突然覺得拍完恐怖片怎麼會跑去拍飛車的電影 而且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在水行下裡面有出現安娜貝爾 真的假的 對 趕快分享一下他是在哪裡 在非常快速的那個海底世界的裡面 有一個非常快速的鏡頭裡面有安娜貝爾 他就是站在那邊嗎 他就是在裡面 但非常快 其實這個東西對於一些導演來說 就是他的一些 樂趣味 像J.J. Abrams 他其實是一個星際大戰迷 在拍星際大戰原力覺醒之前 他是一個非常眾多的星際大戰迷 但是他先拍了Star Trek 就是星際爭霸戰 所以他也是在一個爆炸的場面當中 放了一個R2 D2 他在裡面 所以有些導演就會放這些東西在集中 那回到剛剛溫子仁 就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厲害的商業導演 他如果你能夠證明他能夠跨度 跨類型的話 同時能夠拍出票房好的作品 代表他能夠知道觀眾到底想要什麼 所以無論是恐怖的元素在裡面 或是飛車啊 動作 槍戰 甚至是水行俠那種超級英雄電影 我覺得對他來說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是一個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導演 所以瑪莉 你作為一個電影觀眾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溫子仁 是安娜貝爾 麗音宅系列的溫子仁 還是水行俠的溫子仁 我個人是滿喜歡麗音宅系列的溫子仁 那玩命關頭呢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不容易被恐怖驚悚片嚇到的人 所以如果當我真的覺得有點毛的時候 我就覺得對這個導演編劇肅然起進去 就覺得說他真的是有抓到 就是你知道因為很多人看鬼片 他不是真的想要看鬼片 他是要去挑戰說你嚇到我嘛 是懷著要去踢館的心態 你就是這樣子的人 微微的 所以如果有男生想要約你去看這種恐怖片系列 會不會造成很大的沒有成就感 我以前真的是 有一個人就是男朋友約我去看那個地獄 翻成地獄什麼的 就是一個老婦人在那個獵車旁邊還有假牙掉 那個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他最後摔到那個地獄的火焰 反正就是那部片滿恐怖的 然後我們坐在電影院 他真的是這樣 所以你會拍拍他的肩膀說 我沒有拍可是 不要怕 我就坐很正常說 這這這這 怎麼辦我也要好像有點緊張的樣子嗎 就是當下我會分心想說 怎麼辦我要進入哪一個角色 所以你是喜歡看恐怖片的人嗎 我是滿喜歡看恐怖片的 那你比較怕殺人還是鬼 你說殺人還是鬼嗎 對 我比較怕殺人跟幻想的神經病 因為我很多朋友是很極端 就是他不怕那種殺人 但是他很怕鬼 那有些是他很怕鬼 但完全不怕 那你怕讀魂劇這一種 一系列的這種虐待跟這種驚悚 超痛 虐待太可怕了 讀魂劇這就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對 因為其實第一集 他就是在用一個很小的空間 拍出一個氣氛非常好的恐怖片 那這也是他的知名作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如果你還可以記得讀魂劇在眼神的話 其中有就是在那個破爛浴室裡面 有一個醫生嘛 小心不要爆雷喔 不會不會有一個亞當 亞當就是奪魂劇的編劇 對他其實後來也跟溫子仁合作了非常多的作品 所以其實你回去看奪魂劇就可以知道 他如何在很小的空間內去拍出 讓人家很投入的那種氣氛跟節奏 所以給他很多的預算拍很大的場面 我覺得對他來說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說到那種給人家壓力的 還有一個是我小時候看他第一集 我真的大作惡夢 就是鬼娃恰吉 我覺得他也是不斷的與時俱進 在最新的作品當中 他已經搭載了AI 人工智慧以及互聯網 你說今年暑假 鬼娃恰吉拿著手機回來了 而且鬼娃他再次搭載了 我要再次強調 人工智慧 AI跟互聯網 所以他具有自我學習跟上網查資訊的能力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殺人鬼 我恰吉還可以Google 對 我覺得回到剛剛的話 就是我覺得恰吉真的是 有非常大量喜劇演出在裡面的恐怖片 對啊 因為從他的造型跟他的行為 或是他的講話 我覺得對於一般人來說 他其實就是可以發笑的 因為我看過 他有一種二趣味的感覺 就是二趣味的感覺 我以前在看他一些電影的時候 我真的是會大笑可笑 你從一就大笑了嗎 因為我沒有看所有的恰吉 但是其實從一些 譬如說像鬼娃新娘 我就印象深刻 因為你很難想像恰吉那種人偶 居然還有性愛場面 就是你就會覺得到底是什麼回事 荒謬 荒謬到不行 但你就會知道 其實這整個系列 就是真的是二趣味在裡面 我必須要說 因為鬼娃恰吉我也不是從頭看到尾 然後就是也是跳著看 可能第一集很可怕 然後第二集有點不敢看 到中間娶新娘到 好像他看了我到第七集 第七集真的是完全就是嚇不倒我 但是最新的那個鬼娃恰吉 雖然他有那個AI人工智慧 但是預告裡面 有很多鬼娃恰吉 拿菜刀的畫面 我覺得那是他經典招牌的招式 他一定要拿出來賣 讓大家去戲演他 對 他再度喚起了我的童年陰影 喔笑我一定要喚起你的童年 我想說 陰影 所以我反而對於他這一次 其實我是期待的 因為他有做出他那個 你知道小小的手 卻拿了菜刀的壓迫感 其實很可怕 他的敬味也還是用得很不錯 我覺得這個反差感 就跟皮卡丘一樣 就這麼可愛的一個玩偶 結果是死侍的配音 那個反差感 我覺得現在觀眾可能非常吃這一套 蠻喜歡的 有一種驚喜對不對 對對對 那其實你看電影看了這麼多 你覺得還有什麼樣的冷知識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剛才已經講了包含了對不對 在Aquaman裡面對不對 對 各式各樣的 對 還有什麼好玩的 我覺得今天分享一下 我們一開始提到那個 X戰警黑鳳凰 OK 因為我覺得大家對於一個配樂師 應該蠻熟悉的 漢斯寂寞 Hans Zimmer 他其實就是 黑暗騎士三部曲的配樂 然後神力女超人的配樂 都是他 他就是一個BC御用 對 大師級的 然後蜘蛛人也是他 就是那個 Andrew Garfield 那個版本也是他 但是他在配了這麼多的 超級英雄電影之後 他就說 好 我不想配了 就是玩退休 就是我覺得這個類型 對我來說已經是夠了 結果呢他可能就跟 公崎俊一樣 最愛退休的男人 你知道他就是 退而不休 X戰警黑鳳凰的導演 就是Simon Kingberg 就是他說服他回來 再為這部片 在最後一次 為超級英雄電影 真的是最後一次 我是打一個大問號啦 今年的最後一次 對 畢竟我們也是寫 宮崎俊退休的新聞 大概寫了很多次了 已經寫了不想再寫了 或者是阿凡達2 要上映的日期 寫很多次 我也不知道到底 什麼時候要上映 所以 但我們還是會期待 因為Hans Zimmer 真的是一個 非常偉大的配樂師 對 他的配樂的那個 識別度 其實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萬一他這次是來爭的 這一部就真的更值得 大家期待跟收看 對啊 因為他的配樂風格 真的是非常適合超級英雄電影 極度的 磅礡 對 磅礡 但極有可能是風箱之作 有可能 極有可能 對啊 哇 我們今天其實聊到了 非常多 從這個復仇者聯盟的 終局之戰 一路聊到暑假 Back to back 一直都 對 接續不斷的搶檔電影 準備好要去買票了嗎 我準備好先去買一些 一本套票 可能會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有太多要看的了 對 所以說 其實今天非常感謝 Chris來到現場 跟我們分享了非常多的 不管是 新電影的資訊 冷知識 專業的知識 還有很多的解析 謝謝 娛樂鄉民 我們不斷的在 挖掘更多產業的 能人意識 還有這個 專業的這個 專業的五樓 對 所以說非常 感謝大家 持續的 在未來的每一天 都收看我們娛樂鄉民 很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鄭偉柏 我是瑪莉 請大家同一時間繼續收看 拜拜 拜拜 謝謝Chris 謝謝